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说到,华雀宗的门婆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任务 开了去管制不大 可是这迪弗里边就是缺他不克 估计这也是迪弗里边感觉的一个大任务了 关于门婆的生事,来里有很多的说法 当时有很多的传说 门婆为豪童的精神 那么铁铁之间,恐怕能够闪门门婆的只有这三个人了 在喜游记中,有这么一个人物 肉身反弹,却能够让诸天神佛祭祭不宜 他就是为征 为征,虽说只是一切凡人 可是他的身份不解的 他是独立实情的邪恨 就连金河罗网他都可以战略 就别说是个孟婆了 那是唯一一个在上神仙的凡人 而且在归正的私议之下 就让严王为李世民加了二十年寿命 足可见其手段不一般 第二位,战胜行天 作为山海精神的人物 小蝉与女王是同时期的人 行天的身上就完美的体卸出了亮夜精神 即使头颅被华壁展下 也依旧是一路为母,以继为头 号称是山海精神最强妖怪 即使孟婆为后土的霸城 估计对这行天也得让三方 行天 天即使是天地 连天地都敢把刀下下 足可见其威武 第三位,九天大摩祖师 估计许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吧 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玄武大力 开过西游戏之后 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那些游户家的游戴 虽然被打扮 不过最终都会被骑 神仙所谓教终 可是说到这位玄武大力 就是那么回事了 他都盖过了一些离奇的失能 收复东北方 黑气游戴天下四周 两个多游戴都被玄武大力扫大一口 若是遇到莫无所 估计也是在尖南投 天地之间的男人的意识有很多 而是到孟婆 若他是后头发生的话 估计也就只有这三个人才 真正的与其动手了 说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故事是怎么看的呢 到期的视频都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请帮忙点赞 欢迎订阅